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挑战口味极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续章狂想 辣椒蜜汁浸泡樱桃 二 中断探险 芥末焦糖涂抹猕猴桃片 三 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浸泡开心果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续章狂想 辣椒蜜汁浸泡樱桃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 极其重要且充满异国情调的话题 续章狂想 辣椒蜜汁浸泡樱桃 这不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场文化与味觉的盛宴 一个跨越时空的味蕾探险 首先 让我们从续章开始 在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中 续章都是设定故事背景 引起读者兴趣的关键部分 同样的 在这道菜的创作中 续章象征着一个精心策划的开端 一个让时刻们为之一振的前奏 这不仅是一道菜的开始 而是一场味觉的序曲 预示着接下来的惊喜 接着是狂想 狂想曲 源自音乐领域 指的是一种自由 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料理上 我们可以想见 一位厨师在厨房中挥洒自如 将辣椒与蜜汁 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的食材 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一道 既大胆又创新的佳肴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辣椒蜜汁 辣椒 这个自古以来就被用来激发人类味蕾的热情食材 与蜜汁这种甜美 粘稠的天然甜味迹香结合 形成了一种 令人难以抗拒的甜辣椒汁 这种组合 不仅考验着食客的味觉极限 更是对传统烹饪法则的一次大胆挑战 最后 我们的主角 浸泡樱桃 樱桃 这个象征着春天与新生的水果 被浸泡在这种独特的辣椒蜜汁中 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鲜甜 还吸收了辣椒与蜜汁的精华 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美食体验 结合这些元素 辣椒蜜汁浸泡樱桃 不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味觉的革命 一次对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不大调的食材 只要有创意与勇气 也能创造出让人惊艳的佳肴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 在厨房里寻找灵感时 不妨试试这种大胆的组合 谁知道呢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 能够创造出辣椒蜜汁浸泡樱桃 这样令人惊叹的美食家 不过 在此之前 请确保你的味蕾 已经做好准备 准备迎接这场味觉的狂香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段探险 芥末焦糖 涂抹猫猴桃片 各位同好 今日我们将一同探索 一项极具创意 且略带古怪的美食创作 中段探险 芥末焦糖涂抹猫猴桃片 这道料理的名称 本身就如同一篇冒险小说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一探究竟 首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道料理的组成 中段探险 顾名思义 意味着这是一个过程中的冒险 不是开始 也不是结束 而是那个最让人摩拳擦掌的精彩部分 在这里 它可能指的是 品尝这道料理是 味蕾将经历的一系列 惊奇与挑战 接着是芥末焦糖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组合 芥末 以其辛辣刺鼻的特性著称 常见于日式料理中 用以提味或作为沾酱 而焦糖则是甜品界的常客 以其甜蜜和微微的苦味 赢得众人喜爱 将这两者结合 无疑是对传统味觉的一次大胆挑战 也是对食材搭配常规的一次颠覆 最后 涂抹猕猴桃片 猕猴桃 这个来自远古时期的水果 以其独特的酸甜和维生素C含量高而闻名 将芥末焦糖 涂抹于猕猴桃片上 无疑是对这个古老水果的一次现代重新诠释 现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 品尝这道料理的过程 首先 猕猴桃片的 清新酸甜扑鼻而来 接着是芥末的辛辣 在舌尖上爆炸 最后是焦糖的甜蜜 在口中缓缓蔓延 这样的味觉组合 无疑是对食客勇气和好奇心的一次考验 这道料理的创造者 恐怕是一位既狂妄 又具有诗人气质的厨师 他 或他 不满足于传统的味道界限 而是决心要在食材的大海中 探寻出一条全新的航道 这道料理 就像是一艘味觉的探险船 邀请着每一位食客勇敢的登上 一起航向未知的美食新大陆 总之 中断探险 芥末焦糖涂抹猕猴桃片 不仅是一道料理 更是一次味觉的冒险 一次大胆的实验 一次对传统的挑战 他提醒我们 即使在饮食这个 看似已被探索 透彻的领域 仍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所以各位不妨也来一次中断探险 谁知道 您可能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美食事件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 浸泡开心果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不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也不是某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 而是一项对味蕾的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 浸泡开心果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品 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种挑战传统口味的 大胆尝试 首先 让我们从开心果谈起 开心果 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丝乐观和幽默 据说 它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外壳 在成熟时会裂开 就像是在微笑 这种坚果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健康和富裕的象征 但是 当你把它们浸泡在柠檬蜜中 再加上一点辣椒的刺激 这种传统的健康食品 就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力 酸辣柠檬蜜 浸泡开心果的制作过程 就像是一场化学实验 柠檬的酸 蜂蜜的甜 辣椒的辣 这三种味道的结合 仿佛是在挑战我们的味蕾 能接受的极限 这种组合 不仅考验着制作人的调味技巧 更是对食客的一种挑战 你可能会问 这是谁的气质妙想 是不是某位大厨 在厨房里无聊时的恶作剧 或者是某个胆大的美食家 在寻找新刺激时的意外发现 不管它的起源如何 酸辣柠檬蜜浸泡开心果 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美食体验 它的味道强烈而复杂 就像是味觉上的过山车 一开始 你可能会被柠檬的酸味震惊 紧接着蜂蜜的甜味 会来缓和你的感觉 最后 辣椒的辣味 会在你的口腔中爆炸 让你不禁想要大声呼喊 这种食品的有趣之处 在于它的多重感官体验 它不仅仅是吃的过程 更是一种探险 一种对未知的探索 每一颗开心果 都可能带给你不同的惊喜 或者是惊吓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带来怎样的味道冲击 总之 酸辣柠檬蜜浸泡开心果 是一种独特的美食创新 它挑战了我们对传统口味的认知 也提醒我们 食物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和多变 下次当你看到这种开心果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的味蕾 也能成为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这种大胆创新的美食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会愿意尝试这些独特的口味吗 还是你们更喜欢传统的味道 快来和我一起讨论吧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美食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